腊木羊子那么丑 为什么会火 面对网友带有恶意的质疑 他不卑不亢地回怼 知道自己丑就努力工作和提升自己 不像你似的捧个键盘笑话别人 腊木羊子的原名叫李佳琪 当初给自己洗了腊木羊子这个艺名 是因为他的口头茶是辣眼睛 同时这也是世俗对他外貌的评价 长相上有争议 腊木羊子看得很开 你可以觉得我不好看 也有人可以觉得我好看 那我还觉得我自己挺好看 那就没办法 所以喜欢东西的人就继续攻击就好了 我也不能去整容 我居然为了其他人 在高中日记里他就给自己写过 如果想找个漂亮的女演员 随便一抓一大把 但想找个丑的有特点 有资金 会搞笑的女人就我一个 我不美 但仅此一个绝版了 被无数女明星模仿的 玛丽莲梦路 大木羊子的版本最不像 但却是最有独特韵味的 女明星翻车重灾区的男人庄 也被他诠释的高级又俏皮 作为网红 辣木羊子的自信 幽默和独特 让他收获了豪感无数 但作为演员 半路出家的辣木羊子 又该如何击破 所谓的大众审美对境呢 就你这长相当什么演员 这是辣木羊子的妈妈 在知道女儿想当演员时 说出的第一句话 因为外形 妈妈觉得她没可能做演员 但辣木羊子 却不这样认为 演员这个东西 要有很美的 也要有不是那么很美的 因为演员有演 就是生活中 各是这样的人的 那就是长着什么样都有的 一心想当演员的 辣木羊子对朋友说 我们做个短视频 放网上吧 万一火了 被哪个大导演看上 我就成演员了 于是有了让他一套而红的 当你学BBOX的视频 趁热打体 他又开始恶搞热门的影视片段 演戏攻略 情深深与萌萌 还猪格格 是他对演戏最开始的认知 但这样外表的女生 在颜值至上的娱乐圈 大多只能演闺蜜 妹妹 女儿这样的配角 或是喜剧中的女丑 最初辣木羊子 能接到的戏 也不出意外的 是像胖子行动队那样 需要在镜头前 故意摔倒 仰相摆出的角色 但辣木羊子 却顶着一张配角脸 因此打出了主角的王牌 一档综艺 让于正 赵薇 尔东生 都对他赞不绝口 清国清城 颠倒终生 我觉得演得非常非常好 有机会当影后 真的演得好 辣木羊子 究竟为什么 能让这么多大导演 为他遮腰 演技类综艺里 他是为数不多 靠演技获得热搜的选手 选选时 他选择的小偷家族 连导演们 前期都不看好 觉得难以模仿和还原 但辣木羊子却说 宁可演不好 被淘汰了 也不想出了遗憾 他不去复制原版的表演 反而去揣摩 角色的动机和心理 还找来王彦辉 在烈日酌心三分钟 真凶审讯片段借鉴 这才有了 让他一哭成名的小偷家族 看完他的表演 耳朵声评价 他这段表演可以打100分 赵薇看后连说了六个非常 郭静明和李成如 也难得的统一口径 夸赞他表演松弛 这一刻 辣木羊子用他的演技 让所有人都忘了 他的外表和身材 只记住了 那个用自己的努力 从老天爷手里 抢翻车宠儿 对视不对人 做有太多的考古专家